去年疫情促使全球央行不断放水,更多人参与股票投资,但大学生及职场新鲜人的本金不多,故多数人集中买卖入场门栏较低的美股。 不过,近期美股市况较为波动,年轻人可考虑选用月供形式投资股值较低的港股。分散风险之余,长远亦可慢慢累积财富。月供股票的好处甚多,其中最大好处是投资成本低。由于年轻人的资金不多,有投资者可能因为未踏门栏而不能买入深水股票。 以中国银行、香港、月供股票计划为例,只需每月最低供款500元,就可以一股为单位购买大型蓝筹股,投资门栏大大降低,以每月供款2000元为例。一年累积下来已可买入一手,100股,阿里巴巴。 此外,月供股票采用平均成本法的投资方式,对于不善捕捉股市走势,或无瑕追踪市况表现的人来说,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 当股票价格下跌时,每月供款可以买入更多股数。而当股票价格上升时,同等的供款就买入更少股数。 长远来说,月供股票可减低短期市场波动的影响。 第三,投资者可自由选择供款与否。不少月供股票计划都允许投资者随时增加或减少每月供款。 调整投资组合及沽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在某月份手头较紧绝,可以在该月暂停供款,待下个月才继续。 另外,部分银行提供月供计划可以用信用卡缴费。在公股赚息同时,还可以赚取信用卡积分。 不过凡事总有两面。银行为投资者每月定时定后买入股票,当然会收一定手续费。 金额虽然不多,普遍为最低50元。但始终是固定开支。 而且对于每月供款可能只有一千元的股票伸手来说,比例已达到5%。 随时贵过买基金。所以供款金额可能要较多,才会比较划算。 由于月供股票不一定够钱以一手为单位买入股票。 顾大部分时间都会出现税股。沽出的价位会低于足一手的股票。坊间只有中银香港。 南洋商业银行和集有银行表示会让投资者以正股价格沽出税股。 所以最理想做法还是凑够一手才沽出。虽然月供股票能够平均成本。但无论升市或跌市。银行及证券商都会于指定的日子交易。投资者在入市时间上。 灵活度有限制。如果遇上大跌市。月供股票就不可把握低位入货。将利润最大化。以个别银行的股票每月投资计划为例。客户于每月10号供款。但虽等到供款日后第三个交易日才执行交易。 而且若要终止计划。需待发出通知后下一个月才生效。个别券商执规定在每月最后一个工作天供款。 于每月第三个交易日执行。 更改或终止计划。要再买货前一个工作天通知。因为很难预测当刻市况。容易造成高买低卖。 辉立证券基金投资及环球债券部高级经理黎建伦建议。 一般有稳定收入的投资者月供金额占收入的两至三成。 利用平均成本发贪分市场波动风险。 譬如无瑕留意股市的上班族。 部分派息的月供股票能为他们带来定期收入。 他族指,部分客户已投资香港交易所00388。 腾讯00700及盈富基金02800接近4至5年。 以腾讯为例。 由当年约200元水平,升至现时600元水平。 平均成本紧400多元。 可见即使市况较波动。 他们仍获利不少。 月供股票除了帮助他们储蓄之余。 同时亦为他们带来长远回报及封口利息。 不少客户会选择公用股收息。 如港登02638息率可高达6厘。 要财证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许亦斌指, 月供股票不宜选择一些波动性太大的股票。 他建议选择进可供,退可守的收息股, 如领展房产基金00823, 盈富基金及香港中华煤气00003等。 港交所虽然波动性较大, 但好处是不受债息影响。 而且企业利润可观, 较进取的投资者则可趁低买入一手腾讯。 他亦建议可敲一些成交额大的股份。 不过, 一般人未必有能力选出未来多年表现好的股票。 过去表现不代表将来回报, 即使是男丑股, 也不代表风险低。 过去二、三十年的过气股王, 昔日人人争相买入, 现在沦为过街老鼠, 若不慎功了者删股票, 只能看着血汗钱换来蟹货, 若认为自己眼光不够准, 月供基金则较安全, 因基金由专业人士管理, 不会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男子女, 降低非系统风险, 即将某个行业或个别公司的证券 产生影响的风险分散。 再者, 有别于股票, 各种基金有不同投资目标, 包括资本保存, 收入和资产增值等。 满足投资者需要, 挑选基金的方法简单, 投资者可以透过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 了解基金的投资目标, 投资策略, 投资资产类别, 派息政策, 全年经常性开支比率及风险, 此外, 也要细月基金月报, 松宜掌握基金市场分布, 行业分布及最大持仓等资讯, 长远而言, 纵使股票回报较债券高, 但亦较为波动, 如在金融海啸时, 港股回调超过六成。 故此, 月供的投资者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坚持在波动的市况继续月供, 否则会变成择时进场。 因而得不常失, 投资者应选择月供股票益或基金。 黎氏认为, 虽视乎个人对板块市场的熟悉程度 及个人承受风险程度。 使开放式基金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包括内地与欧美市场不同的资产类别, 对于保守性投资者, 债券基金有一定的回报, 但投资者需考量回报有别于股票, 而选择月供股票的话, 投资者要多留意股市, 而且波动性较大, 不过他补充, 一些回报高达3-4厘的收息股有效抗通胀。 许是认为两者不能比较, 月供股票的好处是只需看个股走势, 而月供基金则可以买入一男子股票, 虽然业满股票的波动性较大, 但优质的个股上条幅度较基金大, 如港交所在过去一年升近九成, 反观盈富基金仅升百分之十七, 市面上多家银行及证券行均提供月供股票计划, 但投资者需留意多数选择为南丑稳赠股, 难以月供方式买入一些具潜力的新股, 而且如果选择最低供款额, 大部分银行及券商都只限投资一只股票, 只有个别容许扣入两只, 以中银香港为例, 每月最低供款500元, 每增加一只股票, 供款以500元递增, 每个计划最多可选择20只股票, 手续费按每个计划收取, 仅为供款金额的百分之0.25, 即每月最低收费只需50元, 以包括佣金、印花税、交易征费及交易处理费, 而汇丰银行每只股票每月最低供款1000元, 网站最新资料显示, 透过任何途径新设立支股票月供投资计划, 或现持有支股票月供投资计划, 均可享有永久豁免经济佣金, 包括标准经济佣金0.25%, 印花税、联交所交易费及交易征费等, 来见伦指, 徽立证券每只股票每月最低供款为1000元, 公司提供手续费优惠, 不论客户月供多小只股票, 或一只收取每月50元手续费, 令可随时更改或终止投资计划及沽出投资计划的股票。 许逆斌表示, 要财证券的月供股票不同于其他银行或证券行做法, 而是采用分期供款方法, 先付三成首期, 公司会即时替客户买入一手, 余款可分12期或24期交还, 利息4%, 客户可即时买入, 同时亦可即时沽出。